TROF教學之Hackbox in Love 2021活動分享 2021年2月9號晚上7點回覆後 TROF的情人節活動開始囉 活動名稱是Hackbox in Love 2021 與去年的情人節活動差不多 可以說是一樣 活動有一個前置任務與8個主要任務 前置任務是專精等級達到10等 前置任務達成才能進行主要任務 活動期間在龍火山峰地圖有出現活動怪物 WIT在Uber5以上一般冒險世界的龍火山峰地圖 都有發現活動怪物 火世界沒發現活動怪物 活動怪物怎麼打後面會說明 活動期間的天降也被改成活動怪物造型的天降 跟原本天降一樣有機會掉酷蘇魯觸手跟眼睛 接著開始介紹8個活動主要任務 任務一 幫助25隻GEOD避難所洞窟的小動物 沉默日庫、翠綠小鏡、月光石窟 三種洞窟裡的小動物都可以 WIT隨意選了 月光石窟來執行任務一 活動剛開始 很多玩家都跑來解任務 Lag有點嚴重 幫助小動物需要使用三種道具 頭上是雞腿圖案的使用雞腿 頭上是斷掉骨頭圖案的使用綠色箱子 頭上是雪花圖案的使用粉紅色毯子 頭上是寶箱圖案的可以使用粉紅色毯子 或用挖礦雷射噴塌 任務一需要花一些時間來完成 幫助小動物的道具在Crestology Workbench製作 Crestology Workbench在避難所或大廳都可以找到 任務二使用兩次雞腿 雞腿是任務一的獎勵和L領取 建議把雞腿裝備到快捷鍵R或T方便使用 使用兩隻雞腿完成任務 雞腿使用後不會消失 冷卻後可再使用 這邊要特別提醒 WIT在做影片前 活動的雞腿在換世界後會消失 WIT解完任務換世界後 雞腿就消失了 在TROF營運方改善之前的解決方法 道有龍火山峰地圖的世界 再把雞腿領出 領出後就把需要用到雞腿的活動主要任務解完 再換世界 WIT做影片前 營運方的補救方法是 補發雞腿給玩家 任務三 對龍火山峰的活動怪物使用雞腿並擊殺20隻 對活動怪物使用雞腿有兩種配對結果 一種是出現愛心裂開 活動怪物會變恐怖情人打過來 這時把打過來的活動怪物打爆就好 一種是愛心一直冒出 活動怪物會直接消失 使用雞腿後角色身旁會出現一隻小隻的活動怪物 身邊小隻的活動怪物也會隨機跟活動怪物配對 沒用雞腿也有機會完成配對 擊殺活動怪物或配對成功有機會獲得活動箱 還有低機率獲得夥伴與超低機率獲得坐騎 配對20隻活動怪物完成任務 任務4 獲得10個活動箱 獲得方式是用雞腿配對活動怪物 配對成功或失敗擊殺後有機會獲得活動箱 收集10個活動箱完成任務 任務5 擊殺5隻活動天降 活動天降 前面有介紹 活動天降一段時間會掉落 掉落的數量與地上玩家數量相同 擊殺5隻活動天降完成任務 任務6 領取任務5獎勵的夥伴並裝備 裝備任務5獎勵的夥伴完成任務 任務7 用雞腿配對活動怪物成功5隻 活動怪物配對成功會有很多愛心 單身還看到一堆愛心 配對成功5隻活動怪物完成任務 任務8 開150箱箱子 150箱沒有限制要活動箱 用最容易獲得的寶石箱也可以 開150箱完成任務 活動主要任務都介紹完畢 接著來介紹活動箱開箱 活動箱開到的物品種類與數量會放在說明 活動箱有好運條 好運條集滿數量是70箱 活動箱除了可以開到坐騎 還可以開到積木龍龍蛋碎片 雖然WIT沒有開到 最後再提醒 雞腿到龍火山峰地圖再0 避免雞腿因為換地圖效勢不見喔 Aboxinlove2021活動分享影片到這邊告一段落 有什麼想說的想問的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喜歡我的影片請協助訂閱我的頻道加按我喜歡加分享 想先看到WIT的新影片可以開啟小鈴鐺通知 我是WIT下支影片見掰掰 掰掰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